看图想故事 回答证券就能得到神秘大礼包 这个我会应该是一三二四 故事是这样的 小台鼠 你是不是饿了 快吃饭吧 喵喵喵 真难吃 不摔 天呐小台鼠 你怎么能这样 真是太过分了 丹尼回答证券 这是奖励给你的游戏机 耶 太好了 老师 这道题有问题 我根本不是这样的 嗯 是我的问题 老师向你道歉 我们看下一题 这是三只小猪的故事 正确顺序 十三一四二 从前草原上 生活着三只小猪 我住在草房子里 我住在木房子里 我住砖房子 快把你们的房子交出来 不交就是不交 那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吹 啊 我的房子 佩奇快来 苏西 把你的房子也交出来 想得美 我才不会交呢 我吹 天呐 我的房子 佩奇 苏西 快来 魔法 变 啊 你怎么会有钥匙 我们快走 哈哈 房子是我的了 苏西说的有道理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 我也支持苏西 你们胡说 我才不是这样呢 丹尼 你还有别的答案吗 当然有 正确的顺序 应该是二四一三 不对 是三一四二 是二四一三 好了 别吵了 还是问问大家吧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他们谁讲的故事正确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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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